房狗在門口閒晃 碰的一聲巨響 嚇得他趕快跑 一塊塑膠板掉下來之後 一個人跟著從天而降 他踩破了正宇棚掉下來 光看就覺得好痛 他屁股著地摔下來 自己掙扎的翻身 努力要坐起來 朝屋內大聲呼救 那是他的誰 外婆 外婆先跑出來查看 旁邊另一個人是妹妹 兩個人過來幫忙 最後是房東太太 叫了救護車 由119送醫 一次減食掉落物 於二樓遮光罩三公尺处衰落 他說頭有沒有去傷到 他說沒有 主要是我們頭部 頭部沒有傷到 他說屁股痛 意外發生在12號傍晚 苗栗卓蘭這戶民宅 曾宇棚被踩出了破洞 受傷的是13歲 就讀國中一年級的施小妹 他和媽媽跟外婆住在一起 傍晚到二樓陽台要收被單 被單被風吹到了曾宇棚上方 於是翻過陽台要去撿回來 踩破蔗宇棚的採光罩 總摔落地 從上面踏下來 蔗宇棚 一頭拍瘦油的瘦皮 落下來 房東說蔗宇棚大約10年了 有些催化無法承受重量 小妹妹沒踩到蔗宇棚的骨架 踏破了採光板 才瞬間從二樓的陽台摔下來 TBS新聞